我们把上一次有一个立体 用另外一种方法我们再做一次 这是一个半径为R的一个圆盘 上面呢有均匀的电荷分布 电荷密度是Sigma 那这个轴是经过圆心 跟这个盘面垂直的一个轴 现在要问轴上面一点P点 它的电荷是什么 就这个 我们要做题目之前 我们一定要分析看一看 这是什么样的问题 解决这一种问题 我有没有方法 有没有学过方法 那么它现在要做的是什么 P点的电荷 有电荷的分布 要求P点的电荷 而这个电荷是连续分布 那我们学过连续分布电荷的电场 那我们就用这个方法 我们把这个式子写出来 好 我们用的是这个式子 那现在要做什么 要取DQ啊 就是连续分布的电荷 我们把它当成是 无穷多个小电荷所组成的 那么这个 无穷个小电荷基数 就是电荷基数 好 我们现在 画一个 迪卡尔坐标 作为参考 好 那现在我们 在这里 画一条线 再画一条线 就说我在这个面上面 距离X轴 Phi角之处 我取一个 面积的基数 取一个面积基数 好 这个角 是D5 因为这个是Phi嘛 所以这个就是D5 D5 好 那这个就是DA 那DA乘上Sigma呢 就是DQ 所以我们现在要取 DQ 等于Sigma 乘DA DA就是这个小面积基数 这个小面积基数 这个小面积基数 怎么取呢 比如说 我 从这里 这个地方 这个距离 当作是S 那么这个距离呢 就是Ds 我取一个 长度是Ds的 因为这个角是D5 这个半径 这个半径是S 所以这个长度就是S 乘D5 因此 这个DQ在这里 就是等于Sigma乘上S 乘上Ds 再乘上一个S D5 我们D5写了最后 应该是Ds乘D5 应该是Ds乘S 那么这个就等于Sigma S Ds D5 然后啊 我们就要来积分 那积分的时候 我们知道 这两个是变数 它会改变的 我们先写好了 先写说1 我们先把这个 这个句号先画R R 就是P点到 这个地方的一点 画的 P 这个是R R有点 R 那么 这个就是R UniVector 好 那么 它的E 就是在这里 我这画的不好 我这个应该要画 出来一点 画的 太偏了 好 这个就是D1 我们看这个D1 会谁坐 这个位置 而变 它的方向 如果它在这一边的话呢 那它是朝这一边 所以呢 我们不能够马上就积分这个向量式 我们把它分成分量 分量就是 我们把这个电厂 分成这个分量 跟这个分量 我这话太小了 这个是D1 Z Z 这个是D1 这个是D1 Transfer 横向的电厂 那假如我令 这个角叫做Alpha角 那当然这个就是Alpha角了 那现在我们就说 先把D1呢 分成Z方向的 D1 Z 再加上 横向的 D1 D1 Transfer 可是我们 由电荷的对称性 可以判断 这个分量 等于0 不是这个分量等于0 将来这个 全部的电厂 在这个方向的 值 等于0 因为啊 你这里 是一个 取一个DQ 你可以在它 对称的位置 选一个 跟它一模一样的DQ 于是电厂就在这一边 将来这一对 一对 一对 一对的 电厂的向量盒 这个分量就抵消了 那所以我们说 由 电荷 的 对称分布 得知 最后得知 就是说 EZ呢 要等于0 这个等于0 我们就不要 积这个东西了 我只要积这个就好了 好 于是我们就可以积 E 电厂 它就只等于 EZ的电厂 而EZ的电厂呢 它是等于 DEZ 而DEZ是什么呢 它就是等于 它就是等于 DE 乘 cos α 乘 这个角 的 余旋函数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值带进去 看看 Z E1 univectal 那这个是 4Pi Y0 分之1 然后DQ用这个带 DQ用这个带 那我们就先把Sigma提出来好了 把Sigma 先提出来 提出来 里面呢 它就变成 R平方 乘上 S DS D5 我们知道这里有两个变数 那这个积分号就要有两个 二重积分 二重积分 一个是根据S来积分 一个是根据Fy来积分 这里头现在是存量 cos 忘记了 cos α 这里面是 是存量 可是 它的变数 有两重积分 可以有两个变数 但是它可能不止 我们看看 现在还有这两个量 α跟R 是不是变数呢 那我们就把这个电荷基数移动一下 我把它移动一下 比如说我出来一点 那这个就斜了一点 对不对 斜了一点 R变了 α也变了 因此R跟α 也是变数 那我们就要把这个 α跟R变成 这两个 这两个 变数 那么我们就从这个三角形 来看 这个是一个 直角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 OK 那R平方 等于 Z平方 就是说这个 这个地方 下来 这个是Z Z 那么 从这里到这里是S 所以我们就知道 R 要等于 S平方的 二分之一次方 那么 cosα呢 cosα 它是等于 对 等于 零边 比上斜边 零边 比上斜边 它是等于 Z over R Z over Z over小R 我们现在把这个 带到这里头去 我们就得 电场 E 它要等于 Z Univector Sigma 4 π Epsilon Zero 我们先 GD5 其他都没有D5 就只有这个 那么 5呢 从零度 到 2π 就是你要把这个 圆盘 统统积到 所以呢 这条线 从这里开始 转一圈 到这里 它是 0到 2π 然后我们再 G DS DS 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这个 写成 S 那这里有个Z 这个Z呢 我们就提出来 放到这里 它就 S DS 这个地方就变成 Z平方 加上S平方 的二分之三次方 S呢 从0 到S 等于 Capital R 那这个积分都很简单了 这个积分就是2π 这个积分呢 我们上一堂课积过了 这种形态的我们积过了 所以它就等于 Z 4π 4π Y0 Sigma Z 乘上2π 这个 就是 负的 那么 S呢 from 0 to Capital R 好 我们把这个2π跟这个约掉 跟4π约掉 就变成2 那它就等于 Z Univector 两倍的 Y0 Sigma Z 好 里面 这个带进去 Z平方 叫R平方 是负的 这个带进去 是正的 那就变成 Z分之一 减掉 Z平方 加R平方 分之一 OK 这跟昨天那个结果一样啊 当 这个圆盘 的半径 趋于无穷大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带电的范围啊 变成无限大的一个平面的时候啊 那么这一项就等于0了 对不对 只有这个 那么 1 就等于 Z Univector Sigma over 2Y0 那么这个是 一个做法 我们直接取电荷基数来做 我们可以 从这里我们就 从前面几个例题 我们就知道啊 用连续分布电荷 求电厂 相当的 麻烦 你要取DQ 看DQ是几重积分 它是限电荷 就是一重积分 是面电荷的话呢 就是两重积分 如果它是体积电荷呢 三重积分 那那个关系就更复杂了 然后你就要画 把这里头 所有的变数 通通画成 两个积分号 就画成两种变数 然后再积分 然后再积分